原本想展示一波气泡音的虚卡 直接被姊妹一句话整蒙圈了 小猴子真的是凭实力将所有男明星处成兄弟 而那位时不时就被气到无语的黄子涛 更是被小猴子一己之力彻底逼疯 某期蒙探中想要证明自己男友力的涛哥 愣是被姊妹的一句我不需要整蒙了 红雷哥和子涛在你心里 谁更有男友力 大家吵回吵闹回闹 别拿谈恋爱开玩笑 你现在跟我说rap也没用了 我肯定要对你好 我不需要 果然逼疯黄子涛只需要一位杨子 而曾经因摩托亭与姊妹结下不解之缘的王赫迪 也是时刻不放过祸祸她杨子姐的好机会 某次杨子做客好六街 本以为作为东道主的河迪会进一波地主之一 不曾想幼稚的大男孩总想八卦她自己 奈何走遍天下无敌手的姊妹轻松拿下 我特别好奇杨思杰你当年是他的名字 非常有文化 现在说我都不觉得丢人 是吗 繁高的向日葵 繁高的向日葵 怎么就这么仔细 我觉得还可以 是可以但是跟你的关系是在 没有关系就是为了装 为了装 不得不说这一波确实被姊妹装到 估计王赫帝晚上做梦都在想我到底为什么要问 好笑的是综艺中 对待小猴子像妹妹一样的马天宇 和姊妹拍吻戏时直接当场吐口水 看到这一幕杨子内心搞笑因子彻底压不住 拿起湿纸巾就开始擦嘴了 势必要与马天宇分个高下 一声要强的姊妹输什么都不能输掉气势 难怪每一位男明星都被姊妹处成了好哥们 而姊妹和张一山不愧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两个人碰在一起节目效果根本难不住 哪怕是在采访戏张一山也丝毫不顾姊妹的四国时刻在围曲泵里 一副谁拿到话语权谁就是王的做派 果然他俩能一块长大都是有原因的 某次任嘉伦做客姊妹的常驻综艺高能少年团 本想着有杨子在能确保自己不会被欺负 不曾想确实是没有别人欺负自己的 全部都是杨子一个人在祸祸 可怜的人国超刚刚打完擂台赛 便喜提小猴子的迎头暴击 没关系任国超你已经 这种岁数已经把这游戏玩的已经非常好了 给我几个掌呀 你又强调我的本名又强调我的年龄 你什么意思 哎呦你这掌打得有点痛哦 可爱搞笑的小猴子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只不过是想要和大家做兄弟而已